独步逍遥 作者 纯情西里哥 演播 追马 杨安生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十章 雷海之女 所有人都在狂奔在躲避 他们都在四处乱窜 想找到安全的地方 可是在这样的雷电下 又哪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呢 严家子弟中不断有人被雷电所轰杀 夜雨浑身发凉 他此时也如同无头仓一样 在乱窜着 妄图躲避雷电 他在心中默默祈祷 希望自己运气好 不要被落下的雷电给轰中了 只是他的祈祷似乎并没起什么作用 在他冲向一个看似安全的空地时 一道蛟龙般的雷电直接劈下来 直冲夜雨而来 夜雨想要避开 可是他的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雷电呢 这道粗大的黑雷 毫无悬念地劈在了夜雨身上 完了 夜雨涌起这个念头 闭上双眼等着自己被轰成焦炭 只是雷电虽然落在他身上 他化作焦炭的画面却并没出现 黑雷接触他的身体 居然如同冰接触到火一样 瞬间消融 然后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夜雨简直不敢相信 他愣愣地看着完好无损的自己 这是怎么回事 黑雷落在我身上都融化了 在夜雨失神间 又是一道黑雷直劈在他身上 但结果和之前一样 黑雷落在夜雨身上 瞬间就消化了 夜雨无法理解 老子天纵神人 天雷奈我何 夜雨心中的惊恐一扫而尽 压抑之后更显张狂 对天上黑雷发泄起来 不过夜雨也惊讶 自己为什么会无惧黑雷呢 他不知道自己多么特殊 要说唯一让自己变得不一样的 应该就是在那个空间中的经历了 想到在地宫中自己可以影响阵势 又能得到一卷天书 现在更是能无惧天雷 这所有一切 怕都是在那个空间中 静想轮回的经历导致的 一日静想轮回 这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能力呢 夜雨心中有无穷的疑惑 轰轰 黑雷轰隆隆而下 偶尔会落在夜雨身上 不过这却让夜雨笑声更大了 任你毁天灭地 也动不了我分毫 批我呀 来批我呀垃圾 老子就站在这儿 让你批 严家众人在疯狂逃窜 时不时也有人被雷电批中轰杀 他们都在找地方躲藏 但夜雨嚣张的声音却传到了严家子弟耳中 他们忍不住大骂 他娘的还嫌雷不够多吗 这家伙傻掉了吧 这家伙是不是认为 这样死的会有尊严一点啊 不过他们的骂声 马上就戛然而止 因为夜雨从他们面前奔过 直接向着黑雷汇聚的雷海 狂奔而去 这家伙 真疯了 严家众人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夜雨直冲沸腾的雷海位置而去 夜雨狂奔而去的背影 让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吞了口吐沫 夜雨一路狂奔向雷海中心位置 他既然无惧雷电 那还怕什么呢 这雷电太过诡异了 而且还是黑色的雷电 这根本不是正常雷电 既然不是天地气象引发的雷电 那这黑雷到底是什么引发出来的 夜雨想去一探究竟 万丈雷电轰轰而动 铺天盖地化作雷海淹没一方 夜雨却就这样走进去了 虽然明知道自己无惧雷电 可看着如同海洋般在汹涌的雷电 夜雨还是忍不住心生畏惧 不过他还是咬牙继续往雷海中走去 夜雨坚信 这黑雷来的诡异 其中说不得有什么秘密 越往里走 黑雷就越发恐怖 只剩下茫茫雷海 如同黑色浪潮在疯狂的翻腾 这是雷的世界 天地万物都不见了 不 天地万物并不是都消失了 夜雨走到雷海中央 他眼睛突然瞪大 直直地盯着一个方向 心中凛然无比 忍不住倒出一口冷气 在雷海最中心的位置 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在雷海正中 有一个人 没错 一个女人 而且是一个漂亮的 不成样子的女人 她很美 美得勾魂夺破 夜雨就看上一眼 就觉得 这是她有史以来 见过最美的女人 美得让人心魂颤抖 她立足在雷海中心 长发飞扬 她的脖梗 洁白而修长 肌肤如雪般 晶莹透明 一身白色衣裙 把她完美的身材 勾勒得疯乱叠起 曲线玲珑 散发着成熟妩媚的风情 让人看上一眼 都骨头苏软 这个美艳到颠倒 众生相的女人 此时 立足在雷海中 无尽的雷光 不断地冲向她 黑雷把她淹没在中央 这是一幅恐怖的画面 超乎夜雨论之 这个惊艳无比的女子 居然在独抗着 毁天灭地的雷海 雷海阵阵 惊涛拍案一样 不断轰向这个绝美女子 赤胜的黑雷 要磨灭天地 也要将她抹灭视的 夜雨惊悚 这突然出现的黑雷 这毁天灭地的黑雷 都是为了 对付这个女人 这个想法一出现 夜雨自己都被吓到了 她灼灼地盯着虚空中 那个与雷电对抗的女子 她显然不是和自己一样 无惧雷电的 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在对抗雷电 那么她到底有多强 才敢和这样灭视般的黑雷 抵抗呢 成片的雷电 不断地轰向她 响声震耳欲聋 蛟龙一样的巨大雷电 一片片直冲女子而去 她身上 游动着黑色雷电 整个人都多了几分 魔性的妖娆美 更显得性感无比 黑雷不断地落下 她的人在舞动 一双大长腿 笔直而修长 跃动间身上爆发出浩瀚的力量 不断冲向黑雷 磨灭着那些黑雷 夜雨目光灼灼地看着虚空中 散发着惊人魅力的女子 她如同是大海中的夜偏舟 尽管黑雷如海 却无法把偏舟给淹没埋葬 只不过她同样抵挡得非常艰难 每次漫天雷电轰杂而下 她那张完美无瑕 如同白雨一样的俏脸 就惨白一分 虚空中黑雷阵阵 成千上万再次不断地冲向女子 蛟龙一样的黑雷 狂暴奔涌间带着无边的声势 女子手臂舞动 身上浮起一片片符文 符文化作巨龙般 护住她的周身上下 同时符文还冲击雷电而去 符文与黑雷在交锋 女子紧咬背驰 她疯狂驱动力量 想要冲出雷海 但雷海成千上万地向她劈来 茫茫雷海要把她彻底地消灭 女子很恐怖 她身上爆发出无边恐怖气息 这股威压让天地都颤动 如同一尊不可匹敌的神志 好强啊 叶宇看着女子一次次出手 磨灭掉一片又一片的雷电 她内心震撼 这种强大已经超乎她的认知 当真只有神志才能如此强悍吧 只是浩瀚雷海搬腾 无穷无尽 惊天地气鬼神 女子强大 雷海却也不落 磨灭了一片又会出现一片新的 业余只看得头皮发出 这女子到底造了什么孽 引了如此雷霆牺牲呢 女子不断地对抗天雷 虽然扛住一波波灭尸般的攻击 不过她娇艳的嘴角 也溢出了血液 随着一波波的雷霆攻击 血液直接一口口地喷洒出来 鲜红的血液触目惊心 配合她美绝人寰的脸 忍不住让人心疼 哄 又是一波轰击 女子覆盖在身体四周的符纹 终于没有坚持住 直接被摧毁了 与此同时 黑雷也落在了女子身上 她口喷鲜血的同时 咬着背驰连番出手抵挡黑雷 黑雷在她身上游走 每次游走 女子身体都在颤抖 仿佛在承受巨大痛苦 黑雷如同海潮 一波一波地涌向女子 她艰难抵挡着 可根本难以挡住 身上游动的黑雷 已经越来越多 到最后 那黑火燃烧她身上一群 这是撩人性感到窒息的一幕 一个绝美女人 衣裙在燃烧 身上遮挡物越来越少 修长曼妙的躯体 展现在夜雨面前 无限的诱惑 特别是那燃烧的火焰 更是为她增加了几分热辣之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其他的作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